一波晚上好 爱你们 晚上好你们都下班了没有 我的话连现在都还没有下班这样吗 现在都还没有下班 晚上好打一波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 我的歌吵不吵 吵的话我把那个声音刮小一点点 但是有一点声音我的话不怎么害怕 要不然我有一点点害怕 谢谢加入粉丝灯牌 谢谢家伙们把我分享一下直播间 感谢家伙们的支持了感谢你们 阿子你在哪里 我在我在乐山的附近 我在乐山的附近 但是从这里去乐山有一点点远 有一点点远 感谢家伙们的支持 进来的包点一下粉丝灯牌 在我这里我应该我说名字你们是不知道的 这里是前尾这样吗 前尾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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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去乐山要 要一个小时多 开车要一个小时多 开车要一个小时多 我的歌声音大不大 我的歌声音大不大 想听像我这样子的人是吧 好的 那我就 我就点一首像我这样子的人吧 刚好 刚好像我这样子的人 对不对 像我这样子的人 好像都快要下雨了 你在那里干啥 我在这里干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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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家人吗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我在微信放不了怎么办 什么微信放不了 晚上好晚上好 晚上好 我想着我今天 今天应该还不给你们分享 这样吗 今天应该还不给你们分享 你们觉得我今天给你们分享 还是改天再给你们分享呀 因为我现在呢 本来是公司是安排我们 就是一人完成一千大的任务 可以去挑别的东西 但是我为什么来到果园呢 因为我觉得果园的水果 才适合我的叔叔阿姨们 因为吃的东西水果的话 每一家每一个人都会 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吃水果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叔叔阿姨们 最适合水果 所以我就选择了爱缘 知道吗家们 你们觉得我有没有选择错 有有没有选择错 公司其他人的话 有的人选择了别的家法呀 别的东西 这个想法很好是吧 对我想的周不周到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我叔叔阿姨们 都是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 基本上都是喜欢吃水果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 分享我们四川的水果 给叔叔阿姨们 是我特别的开心的一件事情 以后也让我叔叔阿姨们 能够吃到水果 我这么想 所以我才过来看果园 这片果园呢 我们看了很久了的 我们盯了很久了 知道吗家吗 但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不来带 因为前面的话果园 那个果酸味很重 很重知道吗 爱缘的话 第一批第二批那个些爱缘的话 果酸味有点重 但是现在的话 果酸味基本上都没有 九分甜八分甜都是这样子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 我的话实话实给你们说 对不对这样吗 但是呢 他这个不算酸了 他不算酸了 他已经果酸味不重了 你还想不想酸 像我这样不甘甜 像我这样不甘甜 像我这样想酸甜 像我这样不甘甜 像我这样不甘甜 来 再分享一下直播间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呀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来 我看一下你们喜欢吃爱缘的 可可依 我看一下 儿子 我们还没有吃饭 我也还没有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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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乐乐奶奶送的墨镜 谢谢 但是我买了面包来 你知道吗 我买了面包 我买了面包 因为我知道我今天 今天早一点下不了 下不去 所以我已经买了面包了 我先吃个面包吧 你知道吗好不好 我怕酸 不酸你知道吗 不酸 但是呢 我跟你们说一个果子 一个水果 我又不能一个一个的打开看 那一个树上的果子 有可能 这棵树有一点点酸 有可能这棵树有一点点甜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实话实给你们说 因为我又不能一个一个的打开给你们看 对不对这样吗 我先吃个面包吧 谢谢家妈吃饭了 对 你们吃了是吧 感谢家妈们支持 这棵树 这是很安全的 这里虽然是山上 但是没有人的 人很少的 人很少的 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人很少的 这里 没有吃饭啊 没有 这里哪里来的饭 这是山上 我感觉快下雨了呢 是下雨了还是飞机啊 还没有吃饭呢 还没有吃饭呢 还没有吃饭 你一个人不怕吗 这样吗 这是工作 知道吧 这是工作 不管怕不怕 你去工作啊 本来我跟粉丝说 我七点八才直播的 但是我想着 早一点给你们开播 然后早一点回家 要注意安全好的 一个人在山上吗 对啊还有老板 那老板不在这 老板去那边了 老板去跟他们那个 那边说 好像说什么事情 果园的老板 往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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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好这样吗 你彼此做个吗 什么意思啊 我也想去做呀 但没钱做 如果我有钱了 我就把我全身上下都把它给整吧 可不可以 儿子漂亮 谢谢家妈 谢谢喝点水 我买了水的你们放心 但是在果园里面的话 不用吃东西 因为一直都在吃水果 不用吃东西 总晚上的蜜蜂翻货了没 今天翻货了吧这样吗 多喝水好的好的 对了 对了这样呢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好不好 你们想不想知道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 是一个坏事情 是一个坏事情 我想到了就是老师就是 哎呀 不要很气人 你们听到你们会气死的 特别是我那些甜粉 我那些甜粉 你们听到你们会气死 但是你们答应我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说出来了你们就不要生气 可以吗 想不到 就是 就是这个蜂蜜的问题 你们知道那个老板为什么不还我五千块钱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今天告诉你们好不好 那老板也就什么都跟我们说了 那老板昨天晚上什么都跟我们说了 那老板昨天晚上什么都跟我们说了 为什么不还我那个五千块钱 你们猜一下价吗 你们基本上很多人都会猜得到 那个老板已经把那个证据啊 他都已经实话实的跟我说了 饿的什么都什么时候 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 还是家人们聪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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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到了 你们猜到了 你们猜到了价吗 这一千公 让那个老板 不给我那五千块钱 他还跟那个老板说要搞死我 不要不 不让我在这个论上混下去 他这么说的家吗 他亲口就这么亲口跟那个老板说的 你们说真的过不过分 但你们真的不要生气啊 我的话昨天那个老板这样说 我一听到我真的很生气知道吗 真的 你说过不过分吗 我也就都离他们远远的了 他还是不放过我 这个世上还有这样子的男人这样吗 真的 我想不通 你们说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对我呢 对不对 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呢 对不对 我跟他又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我又不是他公司的人了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呢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呢 不叫一个男人 对呀真的好奇怪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对不对 我都 前一段时间很多叔叔阿姨都提醒我说 应该不是一线都搞的什么的知道吧 但是我还有点相信应该不是一线都搞的知道吧 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那个老板 他自己亲口给我们说的 亲口说的 家妈 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乱说哟 他说他没有乱说 就是一线都要让他这么做的 知道吧家妈 真的什么人吗对不对 他不想让我在这个论上 他就直接说就可以了 他为什么要在私底下这样子搞我的过 工作呢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在私底下搞我的工作呢 真的很奇怪了 这个一老板真的搞不懂搞不明白 哈喽哈喽哈喽家妈好哈喽 他他他他他他什么坏事干什么坏事都干的干的都干 对我感觉我我也发现了真的我以前我觉得 很多粉丝老是这样那样我觉得对不对 我我现在已经不在他公司了那我觉得没必要去说人家了对不对 我我也不想去提他我也不想去说他了知道吗 但是呢昨天晚上这个老板亲口这样说的时候家妈真的 那个时候我我心里面又很难过又很生气 难过为什么难过你们知道吗 我在想为什么 毕竟我在他公司也待了那么久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也在别的地方了我也赔钱给他了 我把我自己也买出来了他为什么还不放过我我真的很伤心 然后我气呢我在想他怎么那么坏 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对不对 我一个我一个女孩子我能干什么 真的我就是我就是要简简单单的去上个班 简简单单的有个工作有一个收入 我一定的收入就好了对不对 他还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真的我想不明白这样吗 你们把我想一下这为什么呢 是他亲狗跟那个老板说让我他不希望 我在这个乐山混下去知道吗 不希望抢他们的东西 知道吧家妈 阿子不说了我也不想说但是家妈 是不是我一直都一直都听你们的我出来不说 任何一个人我出来不去说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你们说对不对我不说别人就又过分 我不说别人就又过分 我也不想说我只想好好的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卖好我的货好好的上好我的班知道吧 唉但是呢就是我不说别人就跟那个 别人就直接在在在在私底下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就是不想你好对他就是不想我好就这样子的 知道吧 知道吧 是